近段时间 身披受带兄配红花的一批批新兵踏上征程 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涯 也开始了一张全新的人生答卷 而他们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两个温暖的瞬间 19号 一批防疫物资到达郑州东站后车站台 准备驰援吉林 根据列车行车时间表 这批防疫物资需要在20多分钟内搬运上车 当看到志愿者及车站的工作人员 紧张搬运防疫物资的时候 一队正在后车的新兵主动加入 清点数量 搬运物资 战车交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只用了6分钟的时间 防疫物资就全部顺利上车 列车也是正点开出 新兵们的举动在网络上传播之后 也获得了无数网友点赞 纷纷留言铁路人和军人相遇 同奏抗疫之歌 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 这是中国军人的力量 那面对这样的赞美 我们再来听一听 参与物资搬运的官兵们怎么说 我们当时啥都没想 就看到物资很多 我们就想着帮大家去搬 都是自己的举手之劳 我们作为军人就应该为人民服务 我没有想到事情在网上这么火 我觉得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这是新兵敌客的话 我觉得在场的20名新兵 他们都是满分 我有信心把他们带得更好 当天晚上 这批物资抵达吉林长春 卸载时间同样很紧张 这个时候又是一批新兵出现了 他们来自武警长春支队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188个箱子 不到10分钟就全部搬完了 就这样 这批爱心物资 由不同地域 不同军种的新兵们完成了接力 他们这种自发的行动 不由的让人手动点上一个大大的赞 这批爱心物资格